《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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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心态 不要对这种任何外相所找 每一个档下都会修行 在当场不要错过每一个档下 知道吗 所以不需要烦恼 不需要挤折 别说别致 听闻到什么了 看到什么像了 每个打架赶紧转自己的心里 就到自己平革了 然后心在动了 马上调回 然后看能忍受多久 来多久 如如不动 二个月都就是动静不分别 这个动向静向 说有声音跟没声音 你不要去理解它 说有声音跟没声音 就是一样的 你心如如不动 心是没有动静而向 只有声音有声音是幻境 心没有 就是没声音 你听到了没声音 一会儿听到了有声音 听到了没 你一直在听 你的闻性是不动的吗 没变过的吗 你一直在听 只是没声音了 有声音了 没声音了 有声音了 但是闻性一直不动 不真不解不动 如如不动 就这么听的 怕有牺牲嘛 你看没声音了 你看一会儿又有声音了 就是这样练 把心态如如不动 都按住在那 不管是谁在说话 一样 马上就行无分别 每一个切记 都是太好的修行机会 因为我们有些时间 休息的日子很少 休息时间很少 把握着每一个倒下 不要错过每一秒 不要错过你生命每一秒 去休息 一旦你在倒下了 每一个倒下都是 因为你不可能要求外在的环境 都是你想要的 随时会有一些 随时会有一些境界差距来 随时你身边会出现一些事情 就是每一分每秒都在休息 每一分每秒都在休息 如果我们的心都转了 你的心真的如不都转了的话 你会发现就是极乐世界 就是不管出现任何事 任何人任何事 密缘也是好 不管任何事在里边出现 所有的人都会说 你看那个倒下相和的 因为你的心不动 不分别 然后进来那种场 就是不分别的场 最起码他感觉好清静 因为很难找到不分别的场 有静的场 但没有不分别的场 有静的就是静去静哑哑的 掉一个睁眼能提前 那叫静的场 但是你是心不分别 动也罢静也罢都一样 你知道那个场有多厉害吗 先从那个开始 先从那个不动开始 先从动静而想破 当那个你动静而想 开始破的时候 破完以后 你才会发现你的心 开始看一些东西 能够转一些事了 开始就换静了 因为外境动静而想 里边的烦恼铺体 这些东西就开始转了 快乐啊烦恼啊 这就基本上不动了 你内外是医术的 不用转马上修 就这么马上 每天坚持一分一秒 一分抓紧时间修修修 有一天你就搞定了 不是一定要做坐跌上的 这样修快 你知道吗 坐坐跌上慢 不用烦任何事 不用烦任何人 老师这种修 它是不是气慢也同时一直在转 你就先不要想 神仙是一远的 你不要想气慢的事情 也不要想心性的事情 它一定是个一 你知道在本来圆满的空性里边 这个肉体是大 跟你的想的是都是幻觉 都是一样的 因为你安住的到最后 是那个本来的定 你不是在训略自己 得一个静的像 或者指的像 就是阿罗还纪念像 纪念像是不情的 你修到那个像 总有一天你会动的 出定的 那个不是自行的 能也大定是自行的 你安住的是一个本来定 就是说你本来是定的 是你没回去 你乱分别 不是你动 是你乱分别 你知道分别动静 你说这叫动 这叫静 你看你现在说 这叫静 这叫静 是吧 你说我听不见了 不是你听不见 是你听见了静 听见了静 你的闻心是不动的 知道 闻心从来没有动过 你的自行是如如不动的 它本来定 本来不生灭 闻心是不会随着 生意的消失生灭的 它也不会随你的死消失 所以闻心是一直在那 所以一样的 你要用这种如如不动的 这种状态 去听闻所有的东西 去看所有的东西 这个不是你以前的那种修行 以前我们是从最高往下修的 从自行定开始介入 其他的自观定的 其他的定态啊 阿罗汉的定啊 菩萨的游戏神明 都是人业大帝的辅助 人业大帝是告诉你 你本性定 本性就是定的 你修个啥 你是吧 你本性本来就定 你本来就是 只是你没回去 你为什么不回去 是你分别 分别这叫经 分别这你要求个定 你要求一个定向 你已经执着了动向 你要求个定吗 你头脑里就说 这就是定了 老师这个不呼吸 气助脉气叫定 气助脉气也不叫 它只是暂时的处在了一个定的状态 也叫定 但是那是小成的定 大成的定 但都不是守能言大定 所以佛说这个守能言 这个定啊 还是一切直观 还是所有的定 所以你们是从这个定开始的 是别的你们做不到 才辅助一些小法吗 是回归到本源头上去的 不是从小的 我开始气助脉气 我开始转化脉轮 我开始 其他的只是辅助 辅助你回归 所以定也最后变成个回归了 不是修 是回去啊 你靠任何念头意识 任何模式都不是定 有个模式就不是 所以菩萨的游戏三位 那些直观的修法 还有四才八定啊 那些都不究竟 我告诉你 都是方便 所以不用找法器 直接搞定 所以你学哪部经 学哪部经的东西 你要学不动 耳根越通 当下就瘦气了 当下晃动了 如果你的心是如如不动的 就是你那块定力很好的时候 不管什么声音突然随起来 你那块一点也不斗净 这不是 又转过来 你不会反应 知道吧 这个定力不够 就马上就反应了 我这边说了 你看 就是不反应了 就不反应 但是听得寥寥分明 但是只是没有那么反应 你要有这个定力 就是突然出现的这种声音 就要交 因为你在听我说话 你耳朵跑 你的声跑出去了 没安住在这儿听 你的里边 你没安住在你那儿听 你这边没有一个不动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是寥寥分明的 而不是拿这儿听的 所以你要练一段时间 就是现在坐点上练 练练练 你就如如不动 就是永远就坐在这儿 你就是看着旁观 所有的东西都在旁观 不过听声音 不过听闻也是一个旁观 要得观声音 而不是听 最后所有的一切 听闻常 都是在用心 而不是用六根 然后六根就没用了 六根没用的时候就护用了 没用就绝通 起码打开了 六根护用 耳朵能认知 眼睛能不能吃东西 但是六根就可以互用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 六根可以互通 就绝不归了心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分别很少了 你本能的分别就破了 现在你的分别是什么 你分成六根了 你看到了 听到了 闻到了 你使不上劲 你这个分别 你好像就搞不定 老分别 本能的就起来了 当你六根互用的时候 你本能 你就那个本能就没有了 你就快空了 知道吧 快无用空了 因为不分别了 不分别你就才能开始空 不分别才能开 才开始第一步开始空 因为你本来就是空的 知道吧 你一不分别 它那个空就沉泄出来了 你分别的时候 就像水里边永远有浪花 它那个空沉泄不出来 大海沉泄不出来 你不分别了 那个心就泄了 狂心动泄的时候 空心沉泄出来 然后随着你圆满 圆满圆满 那个空心 妙用就开始生下了 神通啊 什么都开始 弄个肺炎走壁 所以啊 然后谁看水不水 打了 我硬要打他一下 所以 我硬要打他 他那行走在云端呢 云端啊 又啥好看 太阳那么多 晒的 然后越黑风高的时候 是啊 行走太久 拍 太恐怖了 最主要是你越黑风高的时候 一个人上去的 一定跟我们打个招呼 因为外边有拿枪的什么 因为是只三鸟 哈哈哈 我们还能跟他打个招呼 那不是啊 那我们一个死去站上就踏油了 那是那个有长儿姐姐 是啊 让他打个招 蹦 打下来了 这么大个鸟 哈哈 哈哈 愿多脱下 我们很多小伙 挺好的 到时候越黑风高的时候 上游上走一圈 哈哈 精力出发 走也就在刀枪上面走 不要走出去 真的会被打下来 哈哈哈 拥有的开拓了 不是缺 我反正大家都是多了 都是 嗯 放不下 背的 行哨挂的 背上背的 手里夹的 他走在城坡的路上 哈哈哈 要随时准备丢 哈哈哈 我们不缺 就是就是弄得太多了 舍不得放 哈哈哈 因为相当的包包都有我吧 哈哈哈 那个包包不重 哈哈哈 可以带到缝 可以带到终点的 哈哈哈 你你背那么多 你不累啊 还要要他们的包包 体重重背吗 哎呦 帅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可这种发心 哈哈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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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